大家好 天津人民的早餐 天津 这座充满了文化韵味的城市 不仅以其独特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文明 还因为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早餐美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说到天津人的早餐 那可真是既丰富又有特色 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早餐摊点 飘散着诱人的香气 让人每天早晨都充满期待 下面就让我们来细数一下 那些让天津人为之疯狂的早餐美味吧 煎饼果子 提到天津的早餐 首先必须提的就是煎饼果子 薄薄的煎饼上铺满鸡蛋 葱花 香菜 涂上一层甜面酱或辣酱 再加上一根酥脆的油条或者薄脆 卷起来一口咬下去 既有面酱的香甜 又有油条的酥脆 让人一天的好心情从早餐开始 豆腐脑 天津的豆腑脑与众不同 这里的豆腑脑分为咸味和甜味两种 咸豆腑脑上浇的是由多种调料熬制的鲜美汤汁 加上酱油 醋 辣油 蒜泥等 口感丰富 味道鲜美 而甜豆腑脑则是撒上白糖 简单纯粹 卤竹火烧 卤竹火烧是天津特有的早餐食品 主要是将火烧一种小面包切开 加入熬制好的肉卤豆腐卤蛋等 浇上香菜葱花 吃起来既有面包的软糯又有卤汁的鲜香 茶汤 茶汤是一种传统的汉族饮品 以绿豆粉为基础 加入红枣 桂花 枸杞等熬制而成 甜甜的味道 满味又养生 嘎巴菜 嘎巴菜是一种特色的天津早点 主要原料是绿豆面 通过发酵 蒸制而成 吃法多样 可以搭配甜面酱 蒜泥等食用 味道独特 生煎包 天津的生煎包也非常有名 外皮金黄酥脆 内馅鲜美多汁 一口咬下去 满口生香 是很多天津人早餐的首选 这些只是天津早餐中的一小部分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美味如果木糕 煎饼果子 这可是中国北方的一张美食名片 尤其在天津 几乎已经升华 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你如果早晨在天津的街头走一走 不难发现 煎饼果子摊前总是人潮涌动 每个人手里拿着的 不是手机 就是煎饼果子 说到煎饼果子 这可不仅仅是煎饼加果子那么简单 它是由薄脆的煎饼 香脆的油条 在天津俗称果子 再加上甜面酱 葱花 香菜 辣椒面等配料卷成的一种美食 吃起来既有面酱的醇厚 又有葱花的清新 油条的香脆 与煎饼的软糯完美结合 让人一口下去 满嘴生香 幸福感爆棚 但你知道吗 煎饼果子虽然看似简单 其实背后有着大学问 首先 煎饼的制作要求极高 要求煎出来的饼既要薄又要均匀 还要有那么点韧性 才能承载住满满的配料 至于油条 那更是一门大学问 外苏里嫩 金黄又人 是煎饼果子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煎饼果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天津乃至北方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简单 实惠 方便 无论是匆忙的上班族 还是悠闲的老年人 都能在煎饼果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味道 而且 你别看煎饼果子 只是街头小吃 它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说 煎饼果子的前身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已有类似的食品 到了今天 煎饼果子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深受大众喜爱的特色小吃 成为了天津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一张美食名片 所以啊 下次如果有机会到天津 别忘了尝一尝地道的煎饼果子 感受一下那浓浓的地方风情和人文情怀 记得 趁热吃 那才是最正宗的享受 煎饼果子的制作细节 煎饼果子 这道流行于中国北方 尤其是在天津享有圣域的传统小吃 其制作 虽看似简单 但要做得地道美味 其中的制作细节和技巧 却是颇为讲究的 下面 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看看制作一份令人垂涎欲滴的煎饼果子 需要哪些手法和秘诀 原料准备 主要原料 绿豆面粉或黄豆面粉 普通面粉 鸡蛋 葱花 香菜 甜面酱 辣椒酱 芝麻 果子原料 油条或者薄脆 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面糊调配 混合面粉 将绿豆面粉和普通面粉 按照1比1的比例混合 加入适量的水 调成稍稀的面糊 面糊的稠度 关系到煎饼的口感 过稠或过稀 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添加调料 可以在面糊中加入少量盐 提前调味 煎饼制作 预热平底锅 在锅中刷一层薄油 用中小火预热 倒入面糊 用勺子摇取适量面糊 均匀倒入锅中 迅速旋转锅屎面糊 均匀展开成圆形 加入鸡蛋 在面糊半凝固时 打入一颗鸡蛋 用铲子轻轻打散 均匀涂抹 再煎饼表面 撒配料 在鸡蛋快要煎熟时 撒上葱花 香菜和芝麻 增加风味 果子 准备油条果子 提前准备好油条 如果是早上吃 建议买现成的油条 更加方便 薄脆果子 如果使用薄脆作为果子 可以提前烤制 或购买现成的薄脆 卷制 加入果子 将油条或薄脆 放在煎饼上 涂抹酱料 在煎饼上涂上 适量的甜面酱和辣椒酱 根据个人口味调整 卷起 最后将煎饼卷起 切成小段或直接食用 小贴式 煎饼的火候控制很关键 火太大容易烧焦 火太小又煎不熟 中小火是最佳选择 鸡蛋不要打得太早 否则会煎老 影响口感 油条最好选用外酥里软的 这样卷起来 既有脆感又不会太硬 通过以上细节的把握和实践 你就可以在家自制出既美观 又美味的煎饼果子 享受这份来自北方的美食佳肴 茶汤 这个听起来让人有点困惑的名字 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中国北方的传统饮品 特别在天津非常有名 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泡一泡茶叶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茶汤 它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艺术 还是天津人民早餐桌上的常客 想象一下 早晨的天津街头 忙碌的人们 手捧一杯热腾腾的茶汤 这简直就是一幅温暖人心的画面 茶汤的制作看似简单 其实技术含量颇高 需要将炒制的糖稀 芝麻 核桃 杏仁等原料 与精心熬制的稠米汤和茶水混合 最后经过调云 才能成就那一杯杯香甜可口 营养丰富的茶汤 不只是味道 茶汤还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说 茶汤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 那时候的人们就开始享受这种独特的饮品了 到了清朝 茶汤的制作工艺更是达到了巅峰 成为了皇家贡品之一 说到底 茶汤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天津制作城市的一个符号 代表着天津人对美食的热爱 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天津 千万不要错过这独特的味道 就像习近平所说 煎饼果子 茶汤 嘎巴菜 这些都是天津的特色早餐 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啊 下次当你听到茶汤这个词时 不要只是想到它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 它背后承载的是天津的历史 文化和天津人民的生活情趣 茶汤 茶汤 这一传统的中国北方饮品 特别在天津享有盛名 制作过程虽然简单 但要想做的地道 同样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细心 下面是制作一碗香浓可口的茶汤的详细步骤 原料准备 主要原料绿豆粉或黄豆粉 高汤或清水 红糖 各种配料如桂花 红枣 枸杞 核桃仁等 可选配料 根据个人口味 还可以添加芝麻 花生碎 松子等 高汤制备 高汤 传统的茶汤 使用猪骨或鸡骨熬制的高汤作为基底 也可以用清水代替 高汤的使用可以增加茶汤的鲜味 熬制 将骨头清洗干净后 放入锅中 加入足够的水 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 转小火慢炖数小时 熬制成高汤 绿豆粉调配 调和绿豆粉 将绿豆粉用少量水调解成无颗粒的糊状 注意要搅拌均匀 避免出现颗粒 加热高汤 将高汤或清水 放入锅中加热至沸腾 制作茶汤 倒入绿豆粉糊 将调好的绿豆粉糊 缓缓倒入沸腾的高汤中 边倒边快速搅拌 防止结块 加入红糖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红糖或白糖 继续搅拌 使其完全溶解 煮沸 继续加热至茶汤再次沸腾 此时茶汤会变得稍微透明 成淡黄色 添加配料 加入预先准备好的桂花 红枣 枸杞 核桃仁等配料 再次煮沸后即可关火 调整口味 根据个人口味 可以在茶汤烧凉后 加入适量的蜂蜜 或者炼乳 增加不同的风味 小贴士 在煮茶汤的过程中 要不断搅拌 防止绿豆粉 在锅底沉淀和结块 高汤的使用 虽不是必须 但能亟待提升茶汤的风味 使其更加鲜美 加入的配料 可以根据季节和个人喜好灵活选择 丰富茶汤的口感和营养 通过以上步骤 就可以制作出一碗热腾腾 香甜可口的茶汤了 这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饮品 更是一种温暖人心的生活方式 在寒冷的天气里 来上一碗热茶汤 无疑是最舒心的享受 嘎巴菜 这个名字可能在很多人耳朵里听起来非常新奇 特别是对于不熟悉天津地方美食的朋友来说 但在天津 它却是一道家喻户晓 深受欢迎的传统早餐小吃 嘎巴菜 实际上是一种以绿豆面为主要原料 通过发酵 蒸制而成的食品 外观类似于薄饼 质地柔软 味道独特 制作过程 嘎巴菜的制作过程颇具降薪 首先 需要将绿豆面和水按照一定比例调和 经过发酵制成面糊 这一步骤对温度和时间的控制要求极高 直接关系到最终产品的口感和味道 随后 将调好的面糊倒入事先准备好的蒸盘中 用大火蒸制制熟透 蒸好的嘎巴菜呈现出淡淡的绿色 质地柔软 带有微微的豆香味 食用方式 嘎巴菜的食用方式多样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进行调整 最传统的吃法是搭配甜面酱 辣椒油 蒜泥等调料 将嘎巴菜卷起来食用 这样既保留了嘎巴菜本身的清香 又增添了多重口味 让人食欲大增 当然 也有人喜欢将其切成小块 搭配粥或者豆浆食用 同样美味 文化意义 嘎巴菜作为天津的传统小吃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天津厚重文化的一部分 它见证了天津人民的生活变迁 承载着老一辈天津人的记忆与情感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一叠叠热腾腾的嘎巴菜 不仅能暖胃 更能暖心 让人在品尝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 那份来自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今天 虽然各种新式早餐层出不穷 但在天津的大街小巷 仍然不难找到卖嘎巴菜的摊味 这种简单而又美味的传统小吃 依然受到无数天津人 乃至远道而来的游客的喜爱 所以 如果你有机会游览天津 别忘了尝一尝这份来自老天津的味道 嘎巴菜 它或许会给你的旅行 增添一份难忘的美食体验 嘎巴菜的制作细节 嘎巴菜 这道传统的天津小吃 虽然原料和制作过程看似简单 但要做的地道美味 其实也藏着不少讲究和细节 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嘎巴菜的制作细节 让你也能领略一下 这道美食背后的小小学问 原料准备 绿豆面粉 选择优质的绿豆面粉 是制作嘎巴菜的第一步 因为绿豆的品质直接影响到最终成品的口感和风味 清水 用鱼和面粉调和成面糊 面糊调制 比例 将绿豆面粉与清水按照大约1比5的比例混合 这个比例不是固定的 需要根据实际的面粉吸水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搅拌 将绿豆面粉和清水混合后 要充分搅拌均匀 确保没有面疙瘩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关系到嘎巴菜能否均匀蒸熟 发酵 面糊搅拌均匀后 需要放置一段时间 让其自然发酵 发酵时间根据温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一般在夏季约需3-4小时 冬季则需要更长时间 面糊发酵后会出现气泡 变得更加松软 蒸制 准备蒸锯 将蒸锅预热 蒸盘涂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防止粘锅 倒入面糊 将发酵好的面糊倒入蒸盘 摊平 厚度控制在约1厘米左右 这样既能保证蒸熟 又不会过于厚重 蒸熟 将蒸盘放入蒸锅 大火蒸约15-20分钟 蒸制时间根据面糊的厚度 和具体火力进行调整 出锅 蒸好后 待稍微冷却即可脱模 此时的嘎巴菜呈淡黄色 表面有光泽 质地柔软 食用方式 嘎巴菜是用时 可以切成小块 搭配甜面酱 蒜泥 辣椒油等调料食用 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搭配葱花 香菜等 小贴式 发酵是制作嘎巴菜的关键步骤 发酵得好 嘎巴菜才会松软可口 蒸制过程中 注意观察嘎巴菜的变化 避免蒸过头 影响口感 制作嘎巴菜虽然步骤不复杂 但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心把握 这样才能制作出色香味俱佳的传统美食 希望这些制作细节能帮助你更好的了解 和尝试制作嘎巴菜 享受这份来自天津的美味 亲爱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充满味道的天津早餐美食 天津的早餐真是丰富多样 令人垂涎三尺啊 煎饼果子 豆腐脑 炉煮火烧 茶汤 大巴菜 这些早餐美食无意不让人胃口大开 煎饼果子的薄脆煎饼和香脆油条的搭配 让人一口咬下去 满口生香 豆腐脑的鲜美汤汁和甜豆腐脑的简单纯粹 让人回味无穷 炉煮火烧的软弄面包和鲜香乳汁的结合 让人垂涎欲滴 茶汤的甜甜味道和丰富营养 让人暖味又养生 大巴菜的柔软质地和独特味道 让人感受到老天津的温暖和亲切 煎饼果子 这可是中国北方的一张美食名片 尤其在天津 几乎已经升华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煎饼果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天津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简单 实惠 方便 无论是匆忙的上班族 还是悠闲的老年人 都能在煎饼果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味道 所以啊 下次如果有机会到天津 别忘了尝一尝地道的煎饼果子 感受一下那浓浓的地方风情和人们情怀 茶汤 这个听起来让人有点困惑的名字 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中国北方的传统饮品 特别在天津非常有名 茶汤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艺术 还是天津人民早餐桌上的常客 它背后承载的是天津的历史 文化和天津人民的生活情趣 所以啊 茶汤不只是一种饮料 它是一种温暖人心的生活方式 大巴菜 这个名字可能在很多人耳朵里听起来非常新奇 特别是对于不熟悉天津地方美食的朋友来说 但在天津 它却是一道家喻户晓 深受欢迎的传统早餐小吃 大巴菜作为天津的传统小吃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天津厚重文化的一部分 它见证了天津人民的生活变迁 承载着老一辈天津人的记忆与情感 所以 如果你有机会游览天津 别忘了尝一尝这份来自老天津的味道 大巴菜 它或许会给你的旅行增添一份难忘的美食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天津早餐美食介绍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美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六博士我会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 记得 吃饭要均衡营养 早餐要吃好 才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